它地質會差不多,但是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乾旱 因為乾的原因呢,這植物是死掉了 它死掉的時候,隔年呢,再來下雨的時候 就是我們講的時間的尺度,你如果放比較長的話 這邊的那個侵蝕率就會比東邊來得快 我們不是說它會崩啦,但是我們就一個西邊跟東邊 用萬年來比較的話,用時間尺度拉長的話 在東邊跟西邊來比較的話 西邊,我們這一段它的侵蝕率會比東邊快 因為風化也嚴重 因為它那個植物沒有辦法去把它抓住這個山 因為它還是會死掉,那這個只是速率的問題 但是在東邊的地方,像南人山或者是我們看到南人湖啦 或者是東圓噴地呢,它那個叫做老年地形 就是說它因為中年潮濕有雨的狀況下,它的侵蝕是比較慢的 侵蝕比較慢,所以它的那個地形就會變成是一個平緩的 一個盆地跟沼澤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我那天在聽那個楊國登老師跟陳玉峰老師他在上個月去走那個南一段嘛 在走南一段的時候,他們就在討論說 我們知道這個海岸山脈,這個花東縱谷這一條線呢 就是兩個板塊的接合縫嘛 然後他就在講說,我們今天也會經過那個花東縱谷對不對 然後我們花東不是好山好水嗎 花東縱谷不是有很多的東西像的叫做峽谷嗎 這個峽谷這樣切切切切切切進來 然後楊國登老師就去比對了我們的地形 地形就是山的地形 然後他就發現說,如果在花東縱谷的這一條線 就是它的東邊是海岸山脈對不對 然後呢,如果東邊是海岸山脈,西邊的峽谷 西邊的峽谷為什麼會有峽谷 對過去是山頭 聽懂嗎?東邊是山頭 西邊是峽谷 那中間我講的是花東縱谷 那我們就剛剛我們就來比較 這個是跟我剛剛講的是有關係的 這是楊老師他的觀察就是 因為我們冬天的時候吹東北季風 然後因為呢,這東北季風也會受到海岸山脈的阻擋 那哪邊會阻擋的比較多 就是那個山頭比較大的地方 所以那個地方的水被擋住了 然後比較凹陷的地方水就會灌進去 那以至於說它的被峰坡的地方是比較乾的 以至於我們在花東縱谷的西側的這個山區 它的降雨是不均勻的 就是它被山頭擋住的地方 這邊比較不下雨 然後這邊是比較潮濕 然後就變成說這邊的話 植物就會怎麼樣 它的森林就會比較乾 比較乾,我剛剛講的如果我們時間的尺度 不是用冷的五年十年來算 是用拉長的用百年千年來算的話 這邊雨下比較少的輕蝕的速度 會比下雨下比較多的來得快 所以他就去看那個這兩個山脈之間 就發現有這樣很有趣的現象 這是一個 第二個呢,它在往南 就是台東往南過了那個海岸山脈之外 那可以看到說我們的恆春半島的東側 不是都會有小溪流嗎 對不對,都有小溪流 然後他說這個小溪流也很有趣 就是恆春半島東側的小溪流的方向 是東北季風的方向 他為什麼不留這樣子 他就留這樣子 他說我們恆春半島的那個河流的方向 那個角度每一個都對的是東北季風的方向 那就是因為他這個地方他吹過來的時候 他受到降雨的影響或者是這個風的影響 然後讓他的這個河流的方向是這樣 那這就非常值得大家看一下 然後就是上次我在某一個大學上課的時候 他就提到說北回歸線經過哪裡 那其實很多學生他都還不是很清楚 像我們這個地方是在北回歸線影南 所以他的太陽是會熱的原因是因為他是接近直射 好,那我們就先講到這邊 這裡是在哪裡啊? 南回公路 南回公路上 哪一段啊?從哪裡到哪裡? 我們就從封港前面然後要翻過去到台東 所以我們是在封港 我們現在在封港 我們現在在封港 剛上來的地方 剛上來的地方 OK,謝謝 7-8匙 2匙 2匙 我們來的店 說我最深 guilt